台北捷運公司代管的貓空攬車 還有兒童新樂園 近年來都是嚴重虧損狀態 不過今年員工的年終 卻依然能比照國運事業 能領最高四點四個月的獎金 引來億元炮轟 海盜船有可歡呼聲此起彼落 年關將近 想必兒童新樂園的員工 也會很想大聲歡呼 因為年終獎金 最高能領到四點四個月 兒童新樂園 光是今年的引力從一月到現在 至少就虧損了五千一百萬元 但是發給員工的獎金 確實一年比一年還要高 台海兒童新樂園收益來看 從一百零四年五千一百多萬 一路下滑到去年只剩下四百四十七萬 衰退超過十倍 繳回給教育局的基金 也從最好三千九百多萬 縮水到去年只有八十五萬 不過發放員工獎金 確實年年攀升 今年更高達兩千六百八十九萬 員工最高能領到四點四個月 會這麼闊氣 關鍵在於代管的台北捷運公司 虧損嚴重反而能領到高額獎金 同樣是北捷經營的貓空攬車也很慘 今年一到十月虧損一億九百萬元 唯獨小巨蛋還稍有盈餘賺進兩千萬 單位績效綁在一起 獎金也比照發放 這樣的制度真的合理嗎 不是虧錢了嗎 那這樣他發給員工的薪水是哪裡來的 不太合理啊 可能不用特別去想說我要怎麼讓業績更好 或者是讓人潮更多這些的想法 北捷這幾年的經營狀況有時候高高低低 他很多目前的收入是靠廣告來源的收入 所以這部分的年終獎金的計算 也要重新再做一些思考 是否有一些要符合大家社會的一些期待 然後他跟個人的一些績效做一些連結 北捷也回應考量單位的公共性 不可能對員工減薪 但兒童樂園是否該考慮回歸專業經營 不然持續虧損 這筆錢坑誰來填 據黃志杰科學生台北採訪報導